字幕提供 譬如阿坤哥突然中學時燃起唱歌的興趣 你媽媽覺得是你應該出來工作好還是支持你的夢想好 你有沒有跟她分享過 我媽媽其實是一個隨得我去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人 其實當時中六七的時候我已經做兼職 也不需要有些負擔 是負擔的 所以她也是放心我做很多事 其實我的路很平坦 平坦就沒什麼好像起跑台或低級 但你要學結他的時候也需要學費嗎? 那時候我很有趣 那時候去那些教會 100元四課 好划算 是的 那時候學完之後就自己去研究 雖然不是很聰明 但起碼都覺得可以玩一下喜歡 但你決定參加巨星2的時候 阿坤哥有沒有告訴媽媽 其實好像沒有特意跟她說 入圍才知道 是的 那第一個反應是怎樣 她也很開心 但她又不會表現得很興奮 那些 因為她也有陪我去電視城最後決賽 那天她也看到我 其實選完之後 我被人秉到看無緣夫 我記得是阿智偉 鄧智偉 他們 然後我灰了兩天 然後就收到電話 才知道 入圍了 是的 沒有想過很多都是很高潮的 一圈圈星光背後 今天有我吳葉坤 想聽竹本訪問 就記得上881903.com 去這個節目重溫